大家好,我是胜利豪 大家好,我是潘长乐 大家好,我是蔡宁 大家好,我是陈律希 何超琼给奥运劲儿送小狮子 马龙抱着合影 全红蝉被特殊对待 奥运劲儿们一起抵达澳门 获得永历的晚宴接待 同时,何超琼的美高梅 也被奥运劲儿们一起相约前往欢庆 何超琼特意安排了美高梅集团的小狮子 送给奥运劲儿们 每一个可爱的礼物 都是代表着奥运和超琼 对大家的欢迎 在美高梅和氏家族的酒店大堂 欢庆宴交流会上面 运动劲儿们一起和吉祥物小狮子合影 整个现场热闹非凡 这是属于奥运劲儿们相聚的庆宴 同时代表着奥运对大家的喜爱 小狮子是美高梅的标志物 每一个运动员的餐桌名牌钱都摆放着 这是属于他们独有的荣誉 何超琼安排周到 同时也特别细心 琼姐在安排晚宴之前 还播放了中国运动员 在历史上的光辉时刻 记录下奥运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同时 澳门十多家企业 向奥运劲儿们送出一张 价值1600万的支票 美高梅 金沙中国 中银澳门等等一起送出 网友留言 和香港一样 澳门有何超穷主事 差不了 马龙坐在美高梅的晚宴席间 手拿着小狮子跟大家打招呼 话说小狮子的发型算不算是六边形战士 哈哈 完美与马龙的形象贴合 小狮子的身上有大家的签名 这是属于美高梅穷姐送出来的特别礼物 同时也是让奥运劲儿们拥有特殊的回忆 澳门的小狮子变成六边形战士 哈哈 可可爱爱的小狮子 注意细节 狮子一只手拿鲜花 一只手是乒乓球拍和小球 特别呆萌可爱 哈哈 国拼团员一起合影 人手一只吉祥小狮子 话说小胖的狮子 怎么是正面对着他自己呢 哈哈 小胖让小狮子正面对着自己 网友留言 小胖好像是在给小狮子喂奶一样 小胖拿什么都是正面对着自己 奥运劲儿抵达澳门的欢送宴 每一个晚宴都是相当的有牌面 何超穷的美高梅这边 格局不服不行 在进入美高梅期间 大家排队接受集团送的鲜花 小狮子捧着鲜花迎接奥运家们 欢庆他们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就是全红蝉获得穷姐的特殊对待 除了桌上摆着的小狮子之外 还有小乌龟 哈哈 太细心了 真的特别有爱又温馨的一幕 话说全红蝉抵达澳门酒店的时候 被疯狂的澳门粉丝给围堵 吓得全妹直接躲进了卫生间 哈哈 港媒表示好可怕 哈哈 全红蝉人气太高了 每一个奥运家们都玩得特别开心 设计队也好有爱 调姐黄雨婷正好迎来了属于她的18岁生日 大家一起捧着蛋糕 为调姐庆祝生日 场面很温馨 调姐这个生日注定终生难忘呀 祝福调姐18岁生日快乐 继续多拿冠军哦 美高梅的晚宴 很温馨有爱 感谢何超穷对奥运家们的厚爱 谢谢穷姐 奥运家们玩得开心 祝福他们 往后多拿好成绩 全红蝉别再跳舞了 快回国家队 你家被偷了 全红蝉这位跳水小花蛋 最近真是闹得沸沸扬扬啊 你们有没有听说 她居然暂时摆脱了泳池的束缚 换上了舞鞋 跳起了舞 别的不说 这转变速度比她跳水的翻腾还要快 真是让人目不暇节 话说回来 她这一跳 不仅跳出了新天地 还跳出了一大堆话题和争议 首先得聊聊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转变 全红蝉作为奥运冠军 原本在国家队的日子应该是水里来风里去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音乐和舞步之中的旋转呢 这背后可不简单 听说是因为她想尝试新的生活方式 感受不一样的舞台和光芒 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倒也难得 可是这下好了 舞台虽然转变了 但是国家队那边可是空了一个金牌的位置 让不少跳水迷都心急如焚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直呼全红蝉 你快回来吧 而就在大家还在为她的舞步叫好的时候 又传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 全红蝉的家居然被偷了 这下可好 不仅是跳水圈 连娱乐圈都炸开了锅 大家都在猜 这偷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有贼光顾了 还是比喻她的私生活被偷窥了呢 这事越闹越大 连平时不怎么关注体育的小伙伴们 都开始转发评论 全红蝉的名字 一时间成了网络热搜的常客 说到这里 你们可能会问了 全红蝉到底会不会回到跳水国家队呢 这问题可不好回答 毕竟人家现在也许正享受在不同舞台上的转换的乐趣呢 但从体育迷的角度来说 我们当然是希望她能回来 毕竟谁不想在奥运会上再看到她那标志性的完美跳水呢 这就像是九汉冯甘林 急需那一抹清新的来来解渴 至于她的舞蹈生涯能走多远 这还真是个未知数 看她那自信的眼神和轻盈的舞步 似乎又让人不得不对她充满了期待 可能有一天 我们会在某个大型的舞台上 看到她以一个全新的身份获得掌声 那一天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给她一个大大的赞赏 毕竟 感于跨界 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 现在的全红禅 可以说是处在人生的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 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这都将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们作为观众 既可以担心她未来的不确定性 也可以为她的勇敢和尝试鼓掌 毕竟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精彩分成的表演 而全红禅 无疑是这场表演中最抢眼的那一位 所以 全红禅 无论你在舞台上 还是跳水池里 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 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而你的选择 也一定会是最闪亮的那一条路 说到全红禅这位跳水界的变形金刚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从水花四溅的跳台 到星光灿烂的舞台 这一跨足 不知道是不是也跳出了新的人生精彩 这背后的故事和争议可真不少 它究竟是为了追寻内心的梦想 还是另有所图 这都让人好奇得很 有网友评论说 全红禅这次转型 可能是看破了体育圈的红尘 想要在艺术的道路上寻找新的自我 毕竟 谁不想在不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呢 但是从跳水到跳舞 这一跳真的合适吗 万一跳不好 岂不是既丢了金牌 也摔了跟头 这位网友的话 虽然有点直白 但也道出了不少人的担忧和期待 另一位网友 则是看问题更深一层 全红禅的转型 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跨界吗 现在不是流行跨界吗 从电影明星开餐厅 到歌手去演戏 哪个不是试图在多个领域发展 全红禅也不过是另一个跨界的例子 只是这次 他的跨界走得更大胆一些 从体育界直接跳到了艺术界 而问题来了 全红禅的这一跳 真的能否成功呢 有网友略带调侃地说 全红禅这是从水里跳到了火里 从一个专业的领域 跳进了另一个专业的领域 这不是跳水 这简直是火中跳 看他那自信的样子 感觉他是真的准备好在新领域里 水到渠成了 当然 也有人更关心他的私生活被偷这件事 全红禅家里被偷 这事也太离奇了 是不是说明 无论多大的明星 私生活都难免会被人窥视和讨论 这种窥视和讨论 是不是就是他想要通过转型来避免的呢 这样的评论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明星隐私权的再次关注 至于全红禅能否回到跳水国家队 这个话题也是热议的焦点 一位网友感慨道 如果全红禅回不来 那跳水队岂不是要损失一个将军 但如果他在舞台上找到了新的归宿 那我们是否也应该为他的勇气和选择鼓掌呢 毕竟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全红禅的这一跳 无论最后落脚点如何 都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思考 关于梦想 关于勇气 关于转型的可能与挑战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希望他都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继续光芒万丈 毕竟 不是怎知不可呢 马龙认全红禅做干女儿 还不止他一个 录音曝光太恐怖 暴露隐私 就在昨天晚上 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录音 录音里说的是让我做干女儿 当时旁边还有人问 这是能说的吗 没想到视频里的全红禅继续说话 说他和那个14岁滑滑板的小女孩 被马龙认作是干女儿 而且马龙还给他买了帽子 那个帽子看着很贵 都说马龙和全红禅的关系好 我们是能够看出来的 在访港访傲期间 马龙也多次给全红禅加油助威 带着他买果茶 给他买帽子 两人之间的相处也很可爱 就像是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似的 全红禅和崔晨熙两个小朋友 也是一直黏着马龙 王楚清等人 看得出来 哥哥给的安全感真的很足了 而关于视频的内容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是全红禅本人的分享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 这段录音是被录下来爆出来的 那就有待商榷了 这究竟是在一种 什么样的场景下 被录下来的呢 那有没有侵犯全妹的隐私呢 没有必要套路小孩 把人家随口说的话截下来 录音配上字幕发出来 两个人相处 真的是很可爱 但是录这个音的人 居心叵测 后来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 这个视频的说话内容 是全红禅在和一个游戏主播直播时 说出来的 而这位游戏主播 已经和他聊过很长的时间了 应该不是主播录的 要不就是被观看的人录屏了 不管怎么说 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 随意说出的话 却被录屏发到社交平台上 就本身是他们 对他们的不尊重 如果一旦这种录屏 多次被发到社交平台上面 那么只会让运动员更加谨慎 甚至不敢说话 所以说啊 还是希望饭圈不要太深入到运动圈 能够给运动员们多一些的自由 流量为王的时代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容易被放大 为什么要发出录音来呢 运动员们私底下开玩笑 何必要抱出来 给他们留点隐私吧 就比如前两天访傲的时候 全红禅被堵到厕所里狂哭 却没有人给他让道 出也出不来 这就是饭圈文化的可怕性 你说大家是喜欢他吗 大家喜欢的是冠军 大家喜欢的是 把他发到网上去获取流量 不管怎么样 作为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他们应该受到的尊重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隐私 让他们好好训练 这次你是怎么认为的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 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我 savior extent ким 饭似